民宅前一位阿伯站在门外瞬间 灭火器爆炸喷出黄色粉末 粉末喷到阿伯身上吓了好大一跳 这是去年发生在基隆 这回灭火器爆炸发生在甲乙东时 原本放在地上的灭火器 像冲天炮一样往上冲 整个灭火器直飞冲天 卡在天花板破了一个大洞 面瘫老板娘简直吓坏 一转波声然后砰一声 然后我老公以为是那个气泡 被箱去爆炸 爆炸的灭火器底部锈时整片掉落 消防人员说这可能是长期放在地上 瓶身受潮造成压力宣泄 地面有时候也会受潮 尤其底部这边我们看不到 许多大楼店家都备有灭火器 但如果瓶身毁损或是过期 甚至底部生锈 防灾灭火器恐怕变成武器自爆 呼吁要定期检查 以免放在角落变成居家炸弹 记者侯国文嘉宜报道